美麗與哀愁 所有的旅途絕對不是浪漫 我把我這一段十來年 十多年 包括我的學習經驗一直到我畫為止 這個我都把它通成為美麗與哀愁 所謂哀愁只是淡化了 那個不只是哀愁 是困難 含著眼淚的困難 我們來先說這幅畫 看起來它是很凸很荒涼 大家有注意到為什麼 這牆看起來很古老的樣子 然後這個地有一點 有人跟我說這是河流 錯 是地被踩平了 為什麼會被踩平了呢 這裡有戰士走過 有軍隊走過 千百年前從古羅馬時代 這個城就存在了 一千多年的古城 那個時候婆旺地區 它在巴黎的附近 但是距離巴黎有七十幾公里的地方 這一處地區 它融合了歐洲很多血淚斑斑的歷史 從古羅馬時代它就是戰場 一直到了法國英法的戰爭 它仍舊是戰場 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城 它位於歐洲的一個中心枢紐 這個枢紐是香檳酒的枢紐 就是說英國哪一國哪個 很多國家周遭的都把香檳酒 運到這個城來做一個買賣 它是一個市集 所以就是因為它太過於閃亮了 大家都想要 一直到後來的 諸侯啊 貴族啊 兄弟之間 哪怕一個是國王一個是他的親王 他們還是要爭奪這個城 所以這個城一直長期陷入戰亂中 因此 經過許許多多的戰亂 包括我走在這個條路上的時候 我幾乎可以嗅到它的血腥味 但是如今那些人都不在了 戰亂都消失了 這些城牆上面咕嚕咕嚕的都是鴿子 然後我到的時候下著毛毛雨 我心裡突然覺得好悲涼 可以感受到當時那些戰士 腥風雪雨的那種過程 所以我就在旁邊寫了一段文字 如果大家有空的時候可以去看一看 那是我有感而發 我在一篇雜誌上面發表了一個短詩 所以我把這個叫做普羅旺 普羅旺 古城普羅旺 就是這個 好 那再看這一個繁寡 秋天來了 大地一片金黃色 原本我們會以為秋天是一個很 很瀟澀 很悲哀 悲慘 愁雲滿天的那種氛圍 可是當我走到這一片森林前面去的時候 我被他震撼了 我心裡非常非常感動 原來在凋零之前 那個最燦爛的時刻 就像我們的生命 各位跟我一樣 大概年齡層次都不會差太多 你十幾歲的時候 二十幾三十幾四十幾 一直走到今天來 你覺得你什麼時候最燦爛 現在 沒有錯 為什麼覺得現在 有一天我們七老八死的時候 可能會躺在病床上 可能不能動 可能要靠人家來推我們 可能要藉著維生器 可是現在各位都能夠站在這裡 聽著我講演 還有看到這一片落葉 當它繽紛飄落到地面的時候 化作春泥更互花 來年的時候 這一片土地又會欣欣向榮 從此又長出綠葉 所以生命生生不息 在最成熟的時候 它的風貌是最美麗最燦爛 所以我們各位目前就是 最美麗最燦爛的一段 來我們來看這一位 有人說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其實我沒有站在他面前畫他 我是回來台灣兩年 兩年以後才畫這個人 為什麼要畫他 我每次睡覺睡到一半 半夜就醒過來 我不是夢見他 我醒過來我一直在想著這個人 這是一個摩馬特山丘的街頭藝人 這個街頭藝人呢 他不是在那個聖心堂前面 摩馬特山丘我相信去過巴黎的人都知道 聖心堂前面很漂亮 然後很多階梯 為什麼他會到後面那個沒有人煙的地方在演出 後來我自己思考了一個答案 那個有地盤 我自己的答案是 前面的地盤都不屬於他 他只好到後面沒有人的地方 北風消失好冷 他站在後面的角落也沒人要理他 我走過去沒有觀眾的地方 然後我有習慣就是我會把我身上的那些幾角幾分 我永遠都弄不清 哪怕我在那邊住了一年多 我還是搞不清楚這是什麼 我每次都把錢拿到人家 我面前讓他自己拿 我在假日的時候我都會到教堂去 那些修女我就把她統統倒進籃子 然後也會去對這些街頭藝人給一點 可是他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正在演出 他在拉他的大提琴 說實在他的技巧普普通通 巴黎街頭所有的藝人 那種技術簡直你就是讚嘆 可以上我們家國家歌劇院去 這個人他拉的不怎麼樣 當然沒有觀眾 但是我很佩服他 他至少不偷不搶 巴黎有太多的爬手 但是他很認真的 在他眼前他就在那裡演出 我就站在他的面前 然後靜靜的聽他把一首曲子演奏完 他本來很哀愈 你從他的眼裡注意他的眼神 我要表達的是他的眼神 他的眼神裡面有淡淡的哀愁 可是他發現他有一個觀眾 那就是我 我沒有丟了錢就走人 我放了他打嗓 然後安靜的站在他面前 不管他演奏的是怎麼樣 我從頭到尾都把他聽完 然後他就抬起頭來看著我 你看到他嘴角拿那一抹微笑嗎 對 他覺得他本來很哀愈的臉 然後現在看到一個觀眾很感動 他感動我也感動 我相信當下我跟他是心心相應 所以當我們去布施給別人的時候 千萬不要以為我的布施是非常了不起 你要懂得尊重 不要以為你是在給 因為別人也在給你 他感動了我好多年 一直到現在我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一位 好 這一幅畫是我偶心力學的 這是因為我在巴黎唸書的時候 我每天都在學校兩個學校在那邊跑來跑去 上午我到我手碰大學 下午到藝術學院 為了要學分完成 我才能夠留下來簽證的問題 我中午中間只有一個半小時要換三班地鐵 還要加上吃飯 還要加上走路很遠 從地鐵站走到巴黎醫術學院很遠 我那求學的那一年 完全沒有空去外面畫畫 只有在課堂上 其實我回來以後 我心裡一直覺得很遺憾 所以在2013年 我2009年回來 我在2013年我就回到巴黎去 我記得我飛機是十幾號就飛了 我回去了第一件事情 安頓好住家環境以後 我就到我住家旁邊的公園裡面去寫聲 這個寫聲有多困難 我可以告訴各位 你身上必須要背油料洗筆液 所有你想用 或者你沒有想到的色彩 還有你的筆工具 拖了一個登機箱全部都是為了畫 我身上還要背一個畫架 畫架然後我要畫板 我還要背我今天要用的那一壺水 還有一個簡單我自製的三明治 可是當我到了這個環境以後 那一天人算不如天算 7月22這一天是2013年 全巴黎最熱的一天 外面的氣溫到達38度 我拼命的畫 我當下才知道什麼叫做無常 萬物都無常態 剛才的我跟現在的我已經過去了 水一直在動 風一直在吹 雲從來沒有停過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一片雲是同樣的 然後我的手就抓著三支筆 用這三支手這樣夾住 現在常常有人說我的手稍微會顫抖 其實我是工作過量 有點職業傷害 我夾這三支筆 來不及用一支筆 因為你還要洗筆還要再做什麼 乾脆三支筆沾不一樣顏色 你動作要很快 我在跟時間賽跑 我當下才知道我們的生命流逝的 有多麼的快速 假設我們沒有去 好好的緊抓住它 生命一天很快咻就消失了 太陽出來太陽下山很快的就 但是你看到那些湖水和風和雲 一直在跑的時候 你心裡那種緊急 我要抓住你 我無法抓住片刻 我只有記住你剛才的魔用 所以這幅畫非常艱難的狀況之下 是用血聲的方式完成 然後我要回程的時候 太陽好大 我不能拿在身邊 因為這身上都是油汙 我就把這幅畫頂著頭頂 然後身上它背很多東西 油才滴下來了 我故意不抹掉它 這是生命的痕跡 歲月的痕跡 也是我曾經走過的痕跡 這幅畫 日內瓦湖畔 其實這幅畫會跟等一下那幅畫有一個連結 日內瓦我們知道 離巴黎是很遠 所以永遠是人間淨土 在這個湖岸這個地方都是集結了很多他們的寶 他們很喜歡去坐著這種自己的遊艇 然後前面這全部都是天鵝 我是在天鵝的同方向去描述這一片 等一下我會告訴各位 這一幅畫有多麼的有趣 他們是停泊了因為天空快要下雨了 對岸那邊是法國 這一面是日內瓦 法國Evion跟Rozan跟日內瓦蘇里斯這邊是對岸 他們環繞的一個湖 共同的一個湖 那個是全歐洲最大的第三大湖泊 飲用水都在這裡 好那我們等一下再去看看那一幅畫跟這一幅畫的關聯 這一幅畫看起來是枯枝 事實上他是一個王朝的衰落 新蝶史 為什麼說他是一個王朝衰落的新蝶史 這是路易王朝的凡爾賽宮的後花園 我們大家都知道法國的歷史最終是走上 貴族後來就是走上斷頭台 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六 從十四是盛世太陽王朝 十五十六到了十六的時候 因為過去累積下來的奢華 宮廷不是金就是銀 所有的器具都是那麼樣的奢華 可是民間的老百姓被催收徵糧 他們種的股類都不是自己的 種的要量久的東西也都不是自己的 都要被皇家貴族全部徵收 所以引發了群眾的暴怒 民怨激怨 終於導致一個王朝就整個就跨台了 這是凡爾賽宮的後花園 我為什麼不畫凡爾賽宮 我只畫後花園 樹依舊在那些古人去哪裡了 那些穿著蓬蓬裙的那些皇后情人 妃子都去哪裡了 皇家的人都去哪裡了 樹就靜靜地看著你們這些消失的人 這時候是因為夕陽日落 背後的這些枯樹都被夕陽反照 照到刺眼的光芒了 前面的就像剪影 所以它變成一個對差 這是台灣的場景 我有一天從玉山山山區繞回來 然後走宮田的路 阿里山的石桌 阿里山有兩條公路 有一條是姓公路 舊公路 我走舊公路 因為走舊公路 就看到了山下的這些雲霧 我覺得這幅畫有一個特色 我從來沒有用筆去畫它 用同一支筆而已 其實我在畫畫的時候 我會用很多工具 但是這幅畫它只用一支筆 我為什麼要只用一支筆 我用這一支筆嘗試 我故意挑戰我自己 我用一支筆可以完成一幅畫嗎 而且我不用筆來畫畫 我用筆來點畫 我會把所有的色彩 用點描的方式 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畫家 叫做米施點 相信大家有聽過米施點 但是我特意用我的油彩筆 去點西方的油彩 然後來點出這一幅畫 它叫做木色 我發現也很有趣味 好 這幅畫又另外一個工 風丹不樂 風丹不樂是法國的另外一個宮殿 它僅次於方爾賽宮 其實我自己本人 比較喜歡風丹不樂 因為這一個宮殿 它裡面的東西 不是金碧輝煌 大部分它是採取了很多的原木 然後這個宮比較特別就是 拿破崙 拿破崙就一直後面都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時序是12月 很冷 零下 然後凍得很 這些樹整個就被風凍了 找不到一片葉子 法國風 有一種法國桶還法國風那種 葉子很大的那種樹 掉光光了 地上整個也都被採了 然後有血痕 稍微有血痕 然後我就採取那種平面的 然後這幅畫 本身雖然都是乾枯了 可是你會很想 從它這個步道走過去 享受那種無人的寧靜 黃花 風林木 鳳凰 組合了這麼一大幅的圖案 這幅畫很有趣 一般畫家很少把畫面 我幫你做一個切割一半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四分之三或四分之一 為什麼我要用一半的東西 這些楓葉是從玉山飄過來的 他知道我們都在看他 就飛過來聽聽你們在說我什麼 一半這是生命的現象 半是生半是死 當死亡之後畫為塵土 來你又變成繁花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永不止息 這是冬 到了冬天 所有的彩色 所有的繁花 全部都是安靜的 我們是什麼 不要以為它是白色 你靠近一點看 這白裡還有多少種白 畫彩色很容易 畫白很難 你要在不同的白當中分出層次 然後雲霧一直飛著 一下子有一下子無 虛虛實實 留白天地寬 我們的生命也是 在某一些階段我們需要留白 每一天我們也需要留一點白 讓自己能夠安心下來思考 這幅畫跟剛剛那幅畫有關 剛剛那幅畫的是對面 現在我畫的是這裡 因為我住在這裡 這是一個好幾百年的古屋 我坐在那種 所謂會鬧鬼的那種山區 阿爾卑斯山的山區 這裡面會有湖裡出來 常常看到湖裡從這裡這樣 摸摸摸摸到那裡偷吃雞 是我鄰居是義大利人 然後我就挨著這個地方在寫生 山上阿爾卑斯山的水 中年不斷的流到湖裡去 造成了這一大片湖泊永不干涸 所以這附近瑞士 意大利跟法國都飲用這裡的水 全世界最貴的水就在這裡 我們都買過一個F用的礦泉水 但是我是拿著臉盆去路上接 他的水管從來沒有水龍頭 你要刷牙洗臉 你要幹嘛就去接 可是我告訴各位 不要去買冤枉的水 這裡的水那個F用 他不知道已經壞掉了嗎 在那裡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這就是我的山居歲月 好 我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的名字很好寄 叫陳立光丹麗公 你們聽到了就很容易把我的名字寄下來 然後我為什麼從這張畫開始介紹 是因為我是早期我的創作都是數位 我的展覽也是以數位的方式去呈現 那我選了一張這樣的數位作品在這裡 那為什麼我會做數位 其實你們一定會說我電腦很厲害 其實我以前沒有學過電腦 那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 我是有一天就是在看手在動 然後就說原來畫畫是這樣我會了 然後我就畫了五百多幅畫 然後再不到三年我就進到美術館去展覽了 那我想應該就是一個天生媽媽給我的能力 上天給我的能力 我小時候只要去畫畫我一定是前面第一名 前三名全國的也好 或者是個別學校的 那所以這個藝術的種子一直在我心裡頭 在醞釀著 所以這一張其實是我的自畫像 你們為什麼會說自畫像 因為這個就是我潛在的本我自我超我 那我學的是心理學 但我也不是心理學的科班 但你們會說那你不是心理學的科班 你為什麼會 我說也是天生的 我只要用看的 我就可以洞察人的動機跟心理的狀態 所以我就把行為 藝術跟心理這三樣東西結合在一起 那我也在做藝術療癒 我也是藝術學會的會員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想應該是有某些東西是它跟你很貼近的 好那但是我平常的生活裡頭太忙碌了 我有很多個自己個別發展出來 例如說你們寫字 我是可以知道你們的人格特質 像你們在寫字 待會我就可以看了我就會知道 後來就沒有人敢寫字了 就躲得遠遠的好 那我平常的工作就是這樣 一天要當作三天再用 或一個禮拜再用 但其實當我內在安靜下來的時候 我是可以回到這裡的 是本我、自我、超我 那這個超我裡頭我可以用 比較高的方式去看一件事情 或者是比較宇宙的方式 去了解人的細微 它既又是很細微 但它又是可以無緣佛界的 所以我想這張是在我早期的創作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張代表作 如果夢幻泡影 各位說可以往後看一下 我們從這邊開始 這個就是我們的胚胎 我們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我們開始想要有了一個生命的旅程 那這個旅程它是一個循環 你每一次都有一個驛站 比如說你在小時候 你的人生的經歷 還有你成長的過程當中 但每一個你想要抓住的東西 它都會怎麼樣 在瞬間不見了 你想要抓住過去的所有的東西 它也不會回來 你硬是說你回來 但很抱歉 它已經走了 所以人生這個旅程 最後只有一個目的 什麼目的 開花 讓自己的內在能夠真正的展現出來 它不是為了其他的人 它也不是為了某一個 什麼你特別愛的人 而是你要為你自己 開出美麗的花朵 因為只有你開出美麗的花朵 在你旁邊的人才會這樣 歡喜 才會開心 假設你今天沒有辦法 讓自己成就那個環境的話 你就會被自己困住 所以這很多的園 它同時它有很多的開口 看起來又很像是沒有密封的 但其實它每一個園 都有它的出口 對這是我想要用金剛精的部分 取了它的名字 就是每一個都像泡影一樣 它每一個都在尋求圓滿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我這邊介紹一下 因為我知道 如果我們藝術家不在的時候 各位可能很難介紹我們 所以我這裡有一個 我個人的QR Code 你如果點進去 這是公民記者幫我做的訪問 那有文字有影像 那下面的話 是我們這次人間通訊社 幫我們做的一個紀錄 那其實這張畫 我本來這次要展 它也是我的字畫像之一 那你們會覺得說 老師你這個臉 為什麼一邊黑一邊紅一邊黃 然後鼻子又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一直覺得 人有各種面向 也許你們現在看到我的樣子 是一個老師 可是也許你們私下看到我的話 可能變成一個小朋友 我超級喜歡玩遊戲 喜歡旅行 喜歡玩各種的美財 所以各種美財都會被我拿來 使用 在我小的時候 我都是在玩樹葉 那抽屜裡面 全部都是什麼磚頭 所以後來我才發現 我在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做了 多美財的創作 那你們知道什麼是多美財嗎 多美財就是一種 美財以上的 我們叫多美財 例如說我可能在這裡面 我加上了這個是什麼 青果 這個這個 不是這一隻 青果 不是 這是台灣卵樹 對 它被我染色了 所以我說我很喜歡植物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是琉璃世界 那我常常會 靜坐冥想的時候 會到一個非常漂亮的世界裡面去 那我就犯稱它為流離世界 因為它的顏色非常的吸引人 然後很親近 然後你甚至會覺得在那裡的空氣 很舒服很舒服 讓我們心都不安定 所以我希望台灣可以在這個世界裡頭 受到保護 不要受到干擾 所以這是我對台灣的一個祈福 對 那我把它也放到 那這一幅畫 你們可以遠遠的看 會有非常多的層次 它一直在變化當中 它就像光線 我想要留住那種光影的變化 那尤其在上面這些亮度 它也是非常美麗 這兩張系列 其實這兩張是 統一直接畫出來的 那我來講 這一張叫做不惡 我們有不惡們對不對 那我不曉得你們怎麼詮釋不惡們 我是不會詮釋 但我這一張畫裡面的不惡就是 我們常常會用對錯 好壞是非 來論斷一件事情或一個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一分為二 但事實上 你沒有辦法把一分為二 因為它就是一張畫作 但我在找這個畫作的時候 下筆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你要選顏色 那你要選什麼顏色 假設讓你們來選的話 你要用兩個顏色在上面 你會覺得什麼顏色才是好的 黑跟白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非常尖銳 到它的面前你就很想走人了 因為沒有人想要變黑 沒有人想要擔任那個黑色的角色 所以我在選這個顏色的時候 我在想 世間萬物沒有所謂的 那麼強烈的對 對它只是一個融合 然後我選了白色跟金色 因為白色跟金色 它是所有的顏色都可以相融的 而且你跟它在一起 你不會有不舒適感 那我們 而且在你這個顏色的過程 就像剛剛洛姐說的 它這個白色它要有層次 它要有變化 假設它全部都是白 你是不會看到它的變化性的 所以這張我在畫畫了很久 那一張更久 那一張更難 因為要選色 光是選色都很困 還有線條 虛跟實之間 你要怎麼去 什麼時候是虛 什麼時候是實 如果它是直線都是實的 你一定覺得它很硬 它沒有可看性 所以在越簡單的東西 它反而怎樣 越不容易越難 那你們可以 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裡面的介紹 因為我每一張圖 我都有為了大家 怕這個抽象的東西很難解釋 所以我都有做了一些說明 你們只要拍照就可以了 那這一張也是 我很想要介紹的 就是覺醒 那為什麼會是覺醒呢 因為你有看到很多的 這個鏡像的東西 我是不能把鏡子放上去 為什麼不能放上去 第一個危險 它可能會掉下來 好那第二個 就有可能 它的那個投射性太強了 那我用了這樣的一個 錫薄的方式 而且它錫薄是各種不同的錫薄 它不是有的是很純淨的 有的是有格紋的 那我想要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當你看到這裡 你會不會看到你自己 會 你會覺得你是誰 你是你自己嗎 還是你鏡子裡面的你 不知道 然後在每一個的細微的看見當中 當你覺得 哎呀我怎麼生氣了 哎呀我怎麼 我怎麼用這種方式 在看這個人呢 你是有機會看見自己的 所以我就把這樣的一個方式 叫做覺醒 我們都有在念念之間 去找到自我的存在 跟自我各種不同的面向 這張也是很巧合的方式 去創作出來的 那我們再來看這一系列 是我非常主要的作品 那這一次的主畫 是這一張叫做回家 這是大家非常喜歡 然後拍照經常就留畫 給我的是這一張 那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到有一條路 他們都會問我說在哪裡 你有看到一條路嗎 我的路是這一條路 通往佛光的路 因為我有一天在這裡 霧展完我回來 離開的時候 就真的是那個佛光 在那裡等待著我 然後他是陪伴著我 那我們都有一個自己 居住的生活地方 我們叫他家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心靈的家 對不對 那那個心靈的家在哪裡 他其實就是一個心很安靜的地方 你可以跟他相處共融 你感覺到你全然的被接納的 那一個感受就是你的家 它不是在任何一個空間 而是在你的心中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畫面當中 第一個看到的人會知道說 你要回家 其實這條路是不容易的 那你可能會經過像火山 那樣然後有叢林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生活的情境 其實我這個是飛碟 你們遠遠看會可以看到 遠遠看它這裡其實有一條線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是一個宇宙的一個空間 那我希望我可以回到 那麼寧靜的地方 然後真正的跟自己在一起 這是我從事心靈工作裡頭 蠻重要的一個回家的一種自我的感覺 那我們再來看這一張 這一張的名字叫做杜與杜 那它的起源會取這個名字 是來自於有一次我到監獄裡面 去幫受刑人去做課程 然後呢就我畫石頭 我請他們畫石頭 因為他們什麼都不會畫 他們就說老師我不會畫 就是要畫什麼 就跟我的回答很直接 然後我就說那畫石頭好了 就有一個人畫了一座山 這裡有一座山 中間有湍急的水流 然後他就用台語跟我講 你跟我說你跟我說我站在這裡 要是要怎麼回家到這裡這樣子 他就跟我講這樣 然後呢我們的時間只剩下五分鐘 大家都想不出來 有的人說老師給他跳下去 我說沒關係 本來還不會死 那個湍急的水怎麼給他吞下去 後來我就下課了 然後我回家又畫了真的石頭 然後又畫了湍急的水 然後一直看著他那麼醜的畫 然後又去上課回來的時候 我實在看不下去 我就用顏料把它畫了一下 就跑出一條船 所以我就告訴 第二次我告訴那個學生 你不能靠你自己的力量 你一定要靠外部的力量 外部的力量就是度 什麼呢 船 它是一個三點水的度 然後沒有那個三點水的度 就是二度空間 三度空間 那個就是什麼 環境的轉換 所以為什麼我要用度和度 你們遠遠的看 這裡是不是一艘船 有嗎 再遠一點看 看到它的船身了沒 有沒有 這張很難畫很難畫 然後你要從此案到彼案 在山的中間 所以我把它選為度跟度 這一個意象是非常非常的特殊 然後旁邊這一張其實它也很棒 但是如果你們都不要看其他的圖 就只看哪一張 你會被什麼吸引了 還有呢 這一大片的光 光 這是黎明 這是我從台東去看那個 我們的黎明的感覺 那其實它下面全部都是黑色的 它所有的底色是黑色的 它才能夠呈現出那種 黎明曙光的刹那之間 那個給你的感動 對 所以這個山林的部分 這也是很難畫 你要虛與實當中 你去創造 太清楚了 你會覺得它不是一種界線 它是你視覺上面的感覺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一張譜 這一張也是 我們有AR 這一張做得非常漂亮 我還蠻喜歡的 那我主要在做這張創作的時候 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來找我 他說未來呢 聯合國在做一件事情 應該不是未來是現在 什麼事情呢 叫ESG 什麼叫ESG呢 就是我們要減碳 我們要永續經營 因為我們這個地球 被我們的資源用到太快要 快要用盡了 我們再這樣繼續使用下去的話 可能我們有一天是沒有食物可以吃的 所以我希望我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很在風中搖曳 它能夠不管在什麼情況之下有強烈的生命力 從時它能夠生生不息 它能夠創造我們永續的發展 所以這一張我是為了我們的地球祈福 我就覺得 然後這三個點也是很不容易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畫家 你要畫這三個點 你要放在哪裡 要畫多大 然後要用什麼顏色 你要想很久 因為假設這個點都沒了 你會發現這一張圖空掉了 假設這個又是其他的東西 你會發現這個主題被怎麼樣被掩蓋了 所以我們在做創作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的要去思考我們的主題 跟我們的結構以及跟我們的色彩 好我們最後來看一張 這是我很少很少的油畫 我很少畫油畫 那之所以很少畫油畫 是因為我的空間不夠 我希望如果有人有地很大 不知怎麼樣用的就趕快來找我 我真的需要一個很大的空間 那這個就是宇宙之心 那同時我在這一次呢 又把這個圓一直是我生命當中 很想要表達的東西 你會看到我有很多的圓點 你們知道還有一個日本的畫家是誰 曹建民神他都用圓 但我的圓跟他是很不一樣的 我的圓都是跟宇宙的一種範圍有關係 然後跟什麼核心有關係 很多事情他都是最後會找到一個核心 所以這一幅畫我很早就有草稿了 然後這一次又用實體畫的方式把它畫出來 所以就是你要調整你的心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安靜下來 然後回到最核心的自我 好 那你們有機會的話 再來看其他的作品 我們就 我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護理工作人員 所以我對疫情特別有感觸 因為我經歷SARS 對 我覺得那個全部包著包著 尤其我像我這麼胖 全部都濕濕的 後來我就對SARS也比較 而且我又不是在人間通訊社當醫工記者嗎 對於時事會比較敏感 我是退休以後才去學畫的 所以我都可以學畫 你們一定沒問題的 這是高雄85大樓 我就寫平安 疫情 從疫情開始我就一直在祈福 希望都不要有疫情 從疫情開始的時候我就寫 這個就是螢火蟲 這個很簡單 你就把背景打黑 完了你把畫拿什麼東西呢 我是護理工作人員 棉籤 耳鼻有喝 棉籤 還有那個沖洗棉籤 大中小 通通把它用起來 把它點了 當然要學著順序去用 那他就是講出了 輕輕翠足 我們一定要把佛法帶進去 因為這個法寶床 一定要把佛法基於帶進去 輕輕翠足 今世法身 完了咧 玉玉黃花 無謂波羅 對 那就是就表示智慧了 對 那這個還可以帶一個活動 因為表演藝術 藝術真的很辛苦 可是我覺得 音樂藝術 表演藝術要全部結合起來 才能共創雙贏 所以咧 小星星會不會唱 把小星星改成 衣衫 還可以動作喔 衣衫 衣衫 亮晶晶 你就 漫天都是 因果仇 掛 掛在天上 掛 掛屁股要扭一下 掛在天上 放光明的光 要扭一下 往來轉一轉 到處就是用這個方法去帶 像小朋友也可以用啊 對不對 佛法就是 這個是我們在哪裡 我們在大樹嘛 旁邊是什麼 美濃嘛 我不是客家人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 因為這個房子那麼破 可是凝聚了家的力量 就把我們大家都 考在一起啊 所以藝術也是 我們的出發心在哪裡 對 那這一幅 這一幅我就給它畫成 畫這個樣子 就是美濃火房 對 因為在地心嘛 要接地氣 好 那這個也是疫情的關係 我從疫情那個 剛開始 前三年一直到 終於虎啸長明 正值疫情了 祈禱了三年 終於那個老虎一吼 疫情就沒了 對 所以 對 那這個是細水 其實這個機禮 我是三年化 我打的機禮打了五層 就是 那個凡尼斯 加那個 加顏料 加壓克力 加油化這樣 打完底層再來用 所以這個機禮就很強 對 就是 你看這個魚要聚在一起 你重心才會看到 如果這魚跑過去的話 你就會把眼 這個中心就不見了 所以聚散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天燈 這個就是天燈 我跟你講醫護人員沒有人會重視 我自己重視 你看看 寫得比總統還大 醫護人員加油 武漢的人看到 他很感動我沒有歧視他 完了萬眾一星一起抗議 一抗就抗三年了 那時候剛開始 還沒有疫情還沒有 還沒有很嚴重的時候 我就在用這個 完了 對 就這樣子 好 那這個 在法寶堂這邊 一定要把葬金樓講出來 對 其實這個 如來一代 一代實教 這什麼意思呢 如來就是佛陀 佛陀 對不對 他就是說 五千年來佛陀講的話 到現在我們都要延續下來 毅禮都不會變的 對 這個就是祈福 希望 這個要放色狀 我跟你講 像我們護理不懂的那個 什麼是透視什麼的 你不懂的話 你就用腳步貼貼貼 你就看把透視用出來了 那這個 對 很簡單 不會很難 你們回去畫 這個就是其實你看看 這次為什麼這麼多人 因為佛你看一個臥佛 我當初畫的時候 不知道有臥佛在 結果展出來 真的有佛力加持 這麼多佛 你看 我這個用什麼 滴管 我醫護人員 滴管 空針什麼都這樣滴下來 滴流 因為我的車子只能載50號的 所以我就把兩個合在一起 這是百號 對 那這個是 我張大謙去過敦煌 那我學畫我也要去敦煌 張大謙是 是怎麼騎駱駝什麼的 我是飛機轉飛機 就到駱駝了 那你看看駱駝 那因為我是生 我在生命線 一定要鼓勵學生 其實我的畫有的都捐給 我大概有16幅捐給普通 我向他借了9幅來 對 那普通的話有18 快20幅在我那邊 對 因為還有人 就是義賣 他們也捐了 大家一起捐 對 就是藝術校園文化 這個駱駝 你看這麼乾漢的地方 它向前走就有路 所以我們人生碰到很多問題 有什麼關係 向前走就有路了 對不對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是黃金風鈴木 你看黃金風鈴木 它也沒什麼樣 就是 可是我把雞魚帶過來了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涼風都有雪 可以用唱的 春有百花秋有月 就這樣帶上去 好 OK 對 那這個呢 因為我是奶奶 這我在看那個 因為這個波斯吉是不起眼的 可是呢 我在看波斯吉 我去想到我孫子 我就把他彈珠 什麼的 兔兔卡畫進去 就這樣子 這就是我奶奶 對孫子的一個思念 對 那這個就是江南風情很寧靜 我把那個水墨的 要斷不斷的 那個水墨山水就是要斷 又不斷 又不要把它弄進去 對 水墨 就是把那個水墨化的帶進去 元素帶進去 這個就是 三年前 政府不是說要把 蘭嶼那個核廢要牽穿嗎 是 結果政府失信於老百姓 對 那我呢 這不是我是在做義工啊 我覺得我應該要表達一下 把蘭嶼的放進來 這個枯木要生灰啊 我這個有個牙 希望這個旋風 可以把那個 政府要把那個 落實一下 祈禱啦 不見得會成功 可是就是我的心 那這個因為為了 這次是紀念什麼年啊 兔年 我的身材又胖胖的 對不對 其實小白兔喜歡吃香蕉 牠不是喜歡吃胡蘿蔔 對 所以我要告訴你們 這有菜對不對 那因為 我很漂亮 因為這邊第七是哪裡啊 這個是哪 樂世界嘛對不對 那這邊還有一個 異象的 異象的小白兔 所以人和安康 祝大家福樂吉祥 當然不要像我那麼胖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倒影 一個枯枝 如果這樣子講 我沒有來取水上芭蕾 可能就沒什麼意思 我就講說 這個好像在跳 在跳舞的感覺 這個也很簡單 就是 就是一 那個筆橫的 橫的畫橫的畫 就慢慢的就有出來了 這個是玉山 這個是我們的靠山 跟玉山募君子 這個玉山 你看那個飄 用刮刀這樣用 刮刀去代表 這個是 對 這就是玉山 我覺得音樂跟美術一定要在一起 不能單打獨鬥 你知道這野蓮阿嬤有一首歌 那個野蓮什麼 我看看 野蓮出征 野蓮出征 這是美農的阿嬤 真的有這個人 我是想要去請她來 可是我最近太累了 我就沒有辦法了 你們自己去上網 打野蓮出征 阿嬤在這邊鏡頭有三四張 因為客家語的 這個音樂家很辛苦 他一直發揚 為了發揚音樂 他把那個客家的什麼豆腐阿 薑絲大腸阿 通通都給他寫歌詞 像這個野蓮我也是受他影響 因為野蓮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帶這個野蓮 也希望大家 我跟你講這野蓮 這叫野蓮 對 越長越 它表示水越乾淨 只有美農才有 而且你把它劈在肩上 完了你把它編著編織 這還可以傾銷什麼 多吃蔬菜 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對 你們可以拿去看看 這叫野蓮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好 你們自己回去下載 我把這個野蓮阿嬤 跟這個結合在一起 對 其實你看 音樂跟美術一定要多讀書 你才知道音樂 原來他已經幫我製造這個問題了 我就把它下來 對 台北人都不知道 對 沒關係 你今天就知道了 對 這叫野蓮 這只有美農最好買 其他都沒有 很便宜 好 可以 多吃野蓮要幹嘛 要為佛門吃青菜 多鼓勵大家吃青菜 這個肌理 我是用废紙粉 废紙粉 加油化鹽料去用的 直接用刮刀這樣 因為又有透視 我跟你講我們護理的 對透視最透透了 所以就一直 就那個 這個就是那個國道10號 就有那個燒 你們都會看到燒 燒那個什麼 稻田稻草那個 就跟你說 有那個白鹿絲 就很很好了 對 這不是肯定的景嗎 也可以 我跟你講 這景都可以你自己想像 因為這個地方到處都有 這到處都有 那個 那個我在國道10號下面 我有看到這一個景 你可以講哪裡都可以 因為這個地方太常見了 而且你把一些記憶的東西 來捲在裡面 所以我叫無我 什麼叫無我 天啊 然後那個白鹿絲岸還有我們 這地是分三分之一的 大家都是就是沒有我 都是大家共有的 對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